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本日既有七個案 請議事人員一併宣讀 臨時提案 提案1 制一立法院職權刑事法第45條 之規定 特提案成立靜電視深涉及後續弊案爭議 調閱專案小組旅行本院委員監督之職責 提案人委員林國成等 提案2 要求通傳會撤回所提交至本委會之業務報告 並於一週內重新撰寫一份真正反映過去一年內工作成果 符合通訊傳播間理機關專業標準及展現未來規劃之 詳盡報告以重建公眾及立法機關對通傳會的信任與期待 提案人委員林國成等 提案3 進行NCC針對裁判案件內容及理由尊重諮詢委員意見 並且對於有確定判決案件申請再審視必要性 進行重新檢討並於兩週內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委員黃建豪等 提案4 知音進電視在2024總統大選之前開設大選進來講2024選戰論壇 請於兩週內提出相關報告說明提案人委員黃建豪等 請你們看一下 請請我主席是各位委員 好 我們介入第二案裡面的第二段這個部分 可以刪除 那對這次報告裡面來講沒有寫好 那造成各位委員的這些肯關係或這個意見 我們會去補充所提交的這個業務報告 所以我們是這邊並沒有藐視國會的議題 那後面的那個第二第三段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是建議改成第三段第二行改一個月 要求補充所提交的業務報告 那我們是希望建議說一個月內重新轉型 好 第二段全部撤掉 然後在後面那裡寫補充 撤回改為補充 一週改為一個月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我們第二段修正通過